这的确是个半诚鞭 这的确是个半诚鞭 我拿你当兄弟当战友 你今天为了给我一个教训 把我晾在台上 让所有人笑话我 这个导航条是怎么回事啊 这 这个 本来是一个动态组件 代码好像出了一点问题 你们的标书不是写得挺好的吗 怎么能货不对反 拿个半诚鞭就上来了 怎么跟我们 加上去的标书不一样 这的确是个半诚鞭 那就咱们要坐下了 对 好了 不好意思 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是我们做的第一稿 当时我们为了一个导航条 好不好看 而争论了很久 但后来我们发现 消费者根本就不关心导航条 他们关心的是 如何能更方便地 购买到商品 刚才给大家演示的第一稿 只是为了正美 想让大家看看 如果方向是错的 会有多么恐怕 所以在第二稿中 我们完全抛开了 网站设计理念 更多的是在关注 如何让用户更简单 便捷 快速地购买公司的产品 所以 我们的建议是 不需要费时费力地 自己去搭建新的支付系统 而是要依托一个全民信息 已有用户信息的 成熟支付网站 我敢预言 像这样的支付软件 一定是大势所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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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天真度地敲戴吗 他什么时候研究的这下 这个是我的名片 如果接下来 你需要任何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随时联系我 我们公司很愿意支持 有天赋有想法的年轻人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谢谢啊 幸会 幸会 服了吗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一开始 就觉得我们不行 没打算用我们的程序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害得我们白白浪费了 那么多时间精力 熬了那么多个通宵 四十几页的标书 我就做了四五百 你耍我们呢 我没说过吗 你要是今天不上台 亲眼看看你和别人的差距 你永远会这么幼稚 那么固执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我拿你当兄弟 当战友 你今天为了给我一个教训 把我晾在台上 让所有人笑话我 你把我当什么 丽萱 有什么话可以直说 我们改就好了 我们做的网站 真的那么差吗 你们自己觉得呢 要不是我换了标书 你们连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你说得没错 我们是一个团队 所以你们要做的 就是听我的 跟着我 我会带你们成功的 我会带你 带í开 可